所以我觉得在总统这些成本 社会成本 医疗成本的情况之下 政府开始要收紧 比如行动管制的那些措施 我觉得是相当合理的 政府落实MCO3.0的消息 盛销陈上 美中非常关注 政府会否展开更进一步的管控 感染生物学博士林世汉认为说 应该推行MCO3.0 这也能够让政府 有更多时间去应付 比方说医疗上的需求 这个时候要采取行动 我觉得是相当合理的 当然你可以说为什么不早一点 大家其实也 民众其实也相当不愿意 我相信大家都活在这个 所谓MCO各种形式MCO一年多了 大家也觉得累了 所以很多种情况之下 政府在必不得已的时候 才要采取这个措施 因为我们也看到印度的情况 相当的担忧 虽然我不认为会直接 会趋向印度的那个情形 但是如果政府不采取这个行动 放任人民进行各种各样的社交场合 不管人数多少 不管SOP 这个其实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我觉得政府 现在目前最担忧的是 他们的医疗支援透支 病存不够 然后这些都可能会有严重的后果 比如说因为可能受感染的病人 得到及时的医疗而失去了生命 不能得到治疗 所以我觉得在总统这些成本 社会成本医疗成本的情况之下 政府开始要收紧 那个比如行动管制的那些措施 我觉得是相当合理的 再加上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开放 这个州级的来往了 所以如果一些州属的疫情 其实还受到控制 我相信政府也不会 骂骂然要来个MCO 所以MCO的主要用意是 控制人潮控制人流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病毒 是人与人之间的来往 如果可以把大家 那些不必要的任何的 处外的那个需要 把大家留在家里 减少跟有社交活动 出去跟人交流 其实就能够控制了疫情 虽然不能够完全阻断 但是某一个程度可以立刻为这个趋势降温 4月之前主要的感染群是来自工作职场 现在更多的感染群是来自比如说 比如说社区的感染 还有学校等等 所以这些感染群逐渐上涨 就意味着其实 处外工作的人已经把那个病毒 传给家人再传去给学校 跟各种社交的场合 所以现在政府应该调整的是 但是为了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之下 就让大家继续上班 但是社交的活动 比如可能学校学习的这些东西 可能又开始要收集 可能就要取消八达零线 八升线 一些线是特别严重的 然后你也看到更多的学校传出感染群 然后更多的场所传出感染群 然后从这些趋势可以看到社区感染是更加普遍的 所以这个病毒已经是从工作单位传到去社区了 所以人性惶惶我觉得是可以明白的 到底是怎样 我觉得目前如果政府要收紧的话 可能跨线这方面也需要开始收紧 毕竟在目前的情况之下 大家可以自由进出从 基隆坡、八达零线去到其他的线 然后病毒就可以这样子传播了 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够收紧这个大家的行动 让政府比较容易在当地的疫情方面比较容易控制 而不是在更大的范围去尝试去控制